警方國家安全處本月內第二次行動 以試驗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 拘捕兩名男性社交平台群組管理員 據了解該群組為知名的公務員Secrets 二人都是政府員工 分別任職民政事務總署民員 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系統分析主任 資報辦回覆傳媒查詢時指出 確認攝氏公務員被停職 而民政總署未有直接回應 只是說不批評個案 會依法處理員工違法行為 公務員Secrets專業 曾揭發不少政府負面消息 包括第五波疫情初期 土木工程托展署22人遊艇犯罪 慶祝現任署長方學成升職 以及上月底 軍裝警員當席期間 解除配昌睡覺等 事件獲政府確認並作跟進 追蹤人數高達20萬的 公務員Secrets Facebook專頁 昨天突然未能預覽 而IG賬戶一樣消失